署長沒有來 委員好 那個我覺得很奇怪 像我們那麼關心運動產業 很多賽事像棒球 那個經典賽六搶一 那個都延到六月了 職棒都快開打了 这一波的疫情 对我们运动产业 或运动大型赛事 到底有没有影响 是 包括委员 那运动的赛事 有没有影响 我问你有没有影响 目前有一些 简单回答我 没有时间 有没有影响 有一些影响 有很大的影响 对不对 有一些影响 什么有一些影响 有很大的影响 是 六搶一的这奥运赛事 都延到六月了 目前我们要 我们的SB 很多重要的比赛 都关门比赛了 没有观众了 不管是观赏型的 那种买票进去观赏 赛事的没有了 或者参与型的 譬如说马拉松 我去报名参加运动赛事的 也都取消了不是吗 这个影响到不大 我们有几个比赛 跟这个 我问你影响到不大 你告诉我影响到不大 目前跟国际总会 有商量几个比赛 你们的纾困 的措施跟补助的预算在哪里 是我们有配合在 经济部这样一个 输出正新专案里头 那因为我们12项的 隶属你们单位的零啊 12加1的那个产业里面有 产业别也在 经济部的产业别里面有 不是我很意外 我看了体育署的预算 在想说 职棒如果采梅花座 平均一万人的场次 那大概只在两千人 那平均 平均一年度的观众 大概都五六千人 他怎么会没有影响 你们没有任何想法 也没有任何纾困的措施 这是让我很意外的 我想 在下个礼拜的 这个业务咨询里面 交易部里面 我还是会问 好谢谢 你一定要拿出一些办法 谢谢 完全没有 这个我很意外 因为时间的关系没有办法 好谢谢 我们再会请 蔡碧如委员咨询